哇 无法考取大马教育文凭啊 那个SPM文凭的大马华人学生有福啦 嗨 大家好 我是邝马来西亚大马翻译仔 今天看到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份报章 OK 报道呢 就是说马来西亚有20%就是考那个SPM 大马教育文凭就等于 这个就等于读中国的那个高三文凭 就等于中国的那个高考文凭你知道吗 这些学生他们升学升学遇到困难 你懂吗 所以我们的那个读中的那个董事长 董事会秘书长陈先生他就说 欢迎这些学生来到中国去念 这里写的这些法是职技职教育 就是技术学教育 不过我上网查了 正确说法是职业技术学院 我们念这个学院是中国的普通高校的 其中一个 一个branch 一个branch 什么 一个 哎呀呀呀呀一种类型 对一种类型 OK 这里报道说呢 有不少的马来西亚的大专大专生毕业之后就等于四月 然后这个陈先生就说 陈秘书长就说 到中国去念这个职业技术学院的那学生呢 毕业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进入职场 可是这些什么仅叫做 大约好啊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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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五年积极推广这个职业技术的教育 举办了超过150场的那个讲座会 然后让学生们了解这个职业技术教育 对国家还有民族和未来发展的重要 而且获得良好的反应 我就说嘛对不对有些人呢比较擅长于写的可以考试的 有些人比较擅长用手来做手工的对不对 我以前我也看到马来西亚有人打广告 就是有学员专门教人家怎么修摩托车的 有文凭的修那个单车脚踏车的也有文凭的 也有教人家怎么修那个手机的也有文凭的 其实在马来西亚都有啊 在马来西亚都有啊 所以现在我上网看了 通常中国这一类的职业技术学员呢 他的学质通常为三年 为三年 学费我就不知道多少多少钱啊 如果有网友知道的话 可以请给我留言 请不领资教 对不对 所以对于那些善于用手来做手工啊 做技术活的啊 这些学生都不太适合于去考那些笔试的啊 他们就应该去做 直接用手做出来 把一个土木工啊 做出来把技术给做好 ok然后就可以毕业啊 拿到文凭 ok然后就啊 啊不错啊 起薪三千零吉以上啊 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啊 啊之前我不是拍了一个吗 对不对 我们独中跟跟澳门的三四所大学啊 有啊已经展开了合作啊 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啊 华人念念念独中啊 像我这样念独中的学生啊 啊毕业了高三了高三毕业了 现在通常都选择去中国了 ok都选择去中国 我那个年代呢啊 就去台湾多啊 我的 我我那一班当时七十多个人呢 只有一个去台湾 姓吴的啊男的 另外一个女的到那个澳大利亚去 她现在成了联合国 啊 应该是其中一个吧 其中一个IT部门的主管啊 嫁了给了一个啊 乌克兰裔美国人啊 她的婚学女儿 婚学女儿非常漂亮啊 非常可爱 所以我那个年代 我的那些同学 就选择去啊 我那个年代来选择 多数选择去 去啊 台湾 还有一个学妹呢 就到台湾去 念夫人大学 英文系啊 夫人大学 那就是啊 Jolin的学姐了 对啊 Jolin的学姐啊 她比较大一点年纪啊 所以说现在不同了 现在多数我们独中生就选择到中国去啊 比如说包括澳门 OK吧 OK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啊 希望马 我们马中在文化教育方方面面能够展开 这也是我们的新首相 华叔 他说的哈 方方面面合作 包括文化方面 OK 那我们 敲手以判吧 OK好嘞 这次分享到这儿了 我觉得可以的话 请给我 建三连或者给我 Follow my channel OK 然后 毕竟发言我不容易 我是大马发言仔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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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